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在其古装新作 二大赵丽颖领衔主演诗剑行金秋启动 近日因为一部莲花楼的热播 作为领衔大男主的诚意人气登顶 无论是开播过程中的斩粉 还是收官之后的运营 都堪称完美 一月成为了当下最受瞩目的男星 说起诚意 想必绝大多数人都是从琉璃开始的 不过他的演绎之路却并非因此展开 而是在更早的九年前 2011年 诚意正式开启影视剧的表演之路 凭借一部唐公美人天下首次出现在观众视线 随后相继主演女生宿舍青云志 盗墓笔记等诸多作品 自2020年流离热播之后 诚意的人气和影视剧资源骤增 一月成为近几年新近男星的角角者 与君哥沉香如谢 沉香仲华底线莲花楼南风之我一等 一系列新作来袭 如今 伴随着莲花楼的超高人气 男主诚意的影视剧之路 必然会更加宽广 首先出现的 便是他在起新作的消息 诚意在起古装新作 二大赵丽颖领衔主演诗剑行 金秋启动 伴随着第三季度筹备新作风潮的盛行 很多知名作品都开始进入了准备阶段 其中一部名为诗剑行的古装剧 引起了大范围的热议 究其原因 无非是一众人气主演的加持 在诗剑行的演员选曲中 首先公布的便是领衔男女主的赵丽颖与诚意 之所以说这是诚意与赵丽颖的二搭 是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共演过一部《青云志》了 只不过当时的诚意并不出名 因此出演的是男佩林晶宇 如今 时隔多年之后 他们二位再次携手 还是共同领先一部新古装 必然会在人气和话题上实现质的突破 而作为当红一线的赵丽颖 可以说是颜值 演技 人气俱佳 无论是出演作品的数量 还是诠释角色的质量 都堪称一流 除了《青云志》之外 单就堪称经典的古装作品 便有《花千古储桥传有匪》 《语凤行》等不下十部 此次 他以领衔女主的身份 加盟这部诗剑行 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人气上 都会为该剧提供多一层的支持和保障 在男女主的人选之后 这部即将启动的《诗剑行》还公布了另外两位人气主演的加盟 分别是出演男二的谭剑刺和出演女二的王赫润 谭剑刺与王赫润也都是近几年发展颇佳的新生代演员 不仅颜值 演技可观 人气和流量也是极佳 尤其是在《莲花楼长相思》两部作品之后 各自凭借剧中角色斩获了不少粉丝 他们二位写手加盟这部备受瞩目的《诗剑行》 既是观众们对其自身的认可 也是其影视剧发展之路上的又一次机遇 目前该剧已经正式提上日程 大致将会在11月份开启 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